这是苏联研制的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可就在潜艇下水试航没多久 艇内就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 所有艇员都被核辐射感染 而且潜艇的通讯天线也被损捕 航速也只剩5节 此时的潜艇如同一艘幽灵船在海上缓慢行驶 部分艇员为了远离核辐射已经跑到了潜艇外 寒冷刺骨的天气加上核辐射让他们各个无比通 都以为自己不能活着反过去 可就在这时 艇长通过前望镜突然发现他们正被一艘驱逐舰跟踪 并且还派出了直升机 刚开始艇上人员看到直升机还以为是总部发现他们 各个无比激动 这让他们又燃起了活着的希望 可当飞机靠近时他们这才知道是美军的直升机 见到直升机上的人员对他们这艘先进的潜艇进行拍掌侦查 艇上人员纷纷脱下裤子露出屁股做出挑衅行动 美军为了避免双方之间产生摩擦很快就飞走 潜艇内副艇长认为他们可以向美军求助 让艇上人员转移到美军的舰船上 然后再将潜艇沉到海底 这样既保住了艇上所有人的生命 又没有把他们潜艇的技术泄露出去 这样的想法马上遭到了艇长的严厉批评 因为他坚信总部的舰船一定会折托他 不管接下来情况变得多么恶劣 他也不会将自己的艇员或者潜艇交给他 就在他们谈话之间 核反应堆内刚被焊接好的管道再次发生泄露 工程师见状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指挥中心 听到这样的情况 艇长立即下令让所有艇员返回到艇内 准备紧急下潜 艇员们纷纷快速跑向艇内 其中一名艇员再也不想进去接受风俯舍 不顾其他艇员的劝阻直接选择了跳海 不安的情绪很快就蔓延到鱼雷舱 慌乱中一名艇员扯下电线 接着装满油的桶被打烂 瞬间鱼雷舱引发大火 与此同时和反应堆这边工程师这次没有选择推 快速穿好特种服装后 独自一人走进了反应堆蜜蜂舱 很快艇长得知了鱼雷舱发生大火 他立即下令启动灭火系统 这意味着鱼雷舱的人员都将隐恨西北 副艇长坚决不同意艇长的做法 可艇长认为如果火灾导致鱼雷舱发生爆炸 艇上所有人都逃不掉 情况紧急他们没时间争议 于是副艇长亲自跑去鱼雷舱灭火 没想到艇长刚转身就被两名艇员拿枪卸下了艇长的职务 很快鱼雷舱的大火在众人不限努力下终于被封灭 不幸的是鱼雷舱的人员只有一人活下来 等到副艇长返回到指挥中心后 他们欲将潜艇的指挥权交给副艇长 而副艇长见到这样的情况后感到大为震惊 虽然他和艇长经常意见不合一 但最后还是听艇长 因为在他的海军生涯中 他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一艘潜艇只能有一个艇长 自己从未想过以这种方式取得艇长的职务 他接过艇员的枪后 直接让人将他们靠了起 然后帮艇长解开了手铐 并且汇报了鱼雷舱的情况 但此时核反应堆的危机依旧还未解除 艇长立马通知艇上所有人 潜艇准备紧急下潜 他表示反应堆已经修复失败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核爆炸 那样会直接摧毁附近的北约基地 以及跟踪他们的美军驱逐舰 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听到这样的情况后 很快就得到所有舱势的 于是他们没时间耽误 将潜艇向下10度紧急下潜 另一边 工程师已经在反应堆密封舱焊接超过10分钟 视线已经开始模糊 但意志依然很坚定 脱下防辐射面罩继续焊接 就这样暴露在核辐射下 经过5分钟的焊接 终于将管道焊接好了 当艇长赶到时 得知工程师早已进去了18分钟 他顾不上穿防辐射服快速冲了进去 打开门就发现工程师就躺在面前 立马将他扶了出去 此时的工程师已经遭到严重的核辐射 身体已经不听使用了 然而就当工程师被扶出去没两分钟 艇员发现反应堆的温度正在下降 这说明工程师成功修复了反应堆 他们没想到之前被恐惧吓破的工程师 这次能这么阴影 个个都高兴故隐 反应堆的修复成功 让艇长再次下令潜艇快速上 他表示潜艇浮出水面后 马上向美军发送求救信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两次危机 虽然成功修复反应堆 但核辐射依然扩散的特别快 他知道自己等不来总部的舰船 于是按照副艇长之前的意思 将所有艇员都转移到美军的驱逐舰上 自己则留下来和这艘潜艇一同沉入海底 可就在艇长转身离开的时候 声纳员突然收到信号 是苏联的F270潜艇发现了他们 很快他们就将自己的情况通过F270潜艇转发到了 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让他们继续的 总部已经派了一艘货船来迎接艇上人员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等不起 于是艇长决定又一次违抗总部的命 先将艇上的人员转移出来 副艇长表示如果这样做 艇长的海军生涯将就此结束 可艇长却说与艇员的生命相比 自己的海军生涯又算那么什么 最后K19号的所有人员都转移到了F270潜艇上 回到基地没多久 艇长就被调查 不过在众多艇员和副艇长的证明下 艇长最终被宣布无罪 但他不能再指挥潜艇 他和生还者发誓终身对此事 直到2006年2月1日 前任苏联领导人 向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提议 将这次事件发生时 所有K19上传员提名为 诺贝尔和平奖 以表彰他们在这次事故中成功 避免了一场潜在核战争 同年6月 K19号时任艇长的扎特耶夫 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抱歉贝尔和平奖